另外来看到一个现场的最新消息 之前为您报道过 说一个花金包姆的感人故事 不过现在在南头 有一个这个背心的阿嬷 她是一个60岁的阿嬷 每天4点就起床 用大毛巾背着7岁的小孙子 从竹山搭客运 转工车再转火车呢 这样一路这么奔波就要去上学 超过140公里的路程 结果呢这三年来从来都没有间断 这详细情况 赶快联系给记者卢林莹告诉大家 好的主播 我们可以看到白色大毛巾绑在身上 要围住背在背上的孙子 手上一包肩上也一包 阿嬷刚下课运就要马上赶火车 买票等车 全部都把7岁的孙子背在身上 每天赶了140公里的路 全部都是为了要带孙子上学去 先来看一下稍早的情形 我们就一直几天要坐几天的车 我们都要送到好 要聊到那 去每天坐 每天是不要啦 每次坐就不要啦 根据了解60岁的阿嬷 为了要照顾有脑性麻病 行动不便的七岁孙子小丁 他们家住在南投的竹山 每个礼拜就先坐客运到台中火车站 接着转乘火车到丰园火车站 再坐公车到复健的学校 总长超过140公里 阿嬷还会在学校里面和老师一起陪孙子进行复健 一肩扛起照顾孙子的责任 以上小小最新情形把镜头张回个棚内 好 这个北京阿嬷半读三年 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两次小小小的小小小的先生 感谢观看